前兩天,37歲黃新穎與48歲黎曼於元朗舉行戶外婚禮 新專蝶V婚紗手帶上及子彈轉介的黃新穎與新郎黎曼與傳媒見面 兩人簡單表示:「多謝!」 後來有受訪 不過28天,黃新穎又曬出婚禮現場照片 正式宣布已婚,他的家人笑容燦爛 而花球最後由黃新穎的姐姐黃新美接到 媒體除了關注黃新穎的婚禮外還關注他前任的反應 恰好馬國明出席KVB節目無線節目祥禮2024 於是看熱鬧不嫌視帶的媒體 詢問了馬國明對前任結婚的感受 馬國明得知黃新穎舉辦婚禮的消息後 大方地獻上祝福,祝他白頭到老,甜甜蜜蜜 馬國明大方回應 完全是意料之中要論娛樂圈最佳前任 他絕對榜上有名 在安心事件之前 馬國明和黃新穎也算是感情穩定 多次傳出婚訊 儲前買房都成馬明的一個僅了 誰想到馬國明這邊還在慰愛OK的那邊黃新穎 卻和許智安慰愛股長 事後,馬國明先是取消通告被媒體 後來公開出現時 感嘆自己知道事件後情緒很快 從憤怒轉為平靜再變為擔心 截著開始為黃新穎說話 他還是很年輕 未來還有很多路要走 希望大家給他一點空間 至於他本人 大家完全不需要擔心 馬國明不僅再加上保留著情侶安全帶 就連情侶戒指都是一個月後財責下 他為新劇白色強人做宣傳時 更一時口悶 把劇裡的私屁私穎說成了心穎 當網友再猜測馬國明 會不會構成難忘與黃新穎複合時 馬國明才對外宣布 已經與黃新穎已經分手 但強調兩個人再見亦是朋友 馬國明說 感情的事 很難說誰對誰錯 他已經知道錯了 我覺得大家不用那麼大反應 不用這樣去攻擊他 事後 馬國明還承認聖誕節互發短訊問後 對方主演的劇解動了播出他還要追 並各種故作帶方表示 我們還是好朋友 不要怨會我們有仇 黃新穎多次傳出要復出的消息時 馬國明也試各種歷停 他接受採訪時 還多次表示已經與黃新穎辯媒朋友 希望網友能對黃新穎手下留情 今年8月16日 黃新穎直接被媒體爆出 與黎曼入紙排期註冊結婚 而且肚子女還有了小寶寶 還爆了泥蜢 曾經來過分 但並沒有說女方是否是之前公開的圈外旅遊 不僅用好性森榮 快過馬國明來報導此事 還特意去採訪了馬國明 馬國明依舊大方地為舊愛獻上了祝福 現在黃新穎舉行了分禮 馬國明十字獻上祝福 完全是意料之中 自從安心偷食事件發生 黃新穎就落到了萬人嚴的地步 慘遭TV被封殺 本以為隨著時間流逝 觀眾們會漸漸淡忘安心偷視事件 所以今年7月份 時隔4年沒有工作的黃新穎正式宣布復出 可萬萬沒想到以歌手這個全身身份 回歸娛樂圈的黃新穎 粉絲見面會現場不僅有區區3名粉絲前來捧場 而且再次遭到了媒體的狠狠嘲笑 阻失了萬人嚴的身份 不過同樣是萬人嚴 蔡師貝在TVB的境遇卻與黃新穎截然不同 蔡師貝指出到以來一直以發電機著稱 而他與人夫王浩信一段破索埋尼的分愛情飛聞 更是使蔡師貝後悲大跌 慘遭眾多網友嫌棄 蔡師貝曾經在綜藝節目中坦然 自己曾被問到外圍價格 最高曾被問價到兩百萬 為什麼會被問價呢? 蒼瑩不丁無縫的蛋 蔡師貝的飛聞男友高達15位 已經讓他穩坐海王之位 所以媒體裁風他為交性 當年黃浩信搭檔蔡師貝出演電視劇 《盟合大律師》不但屢轉飛聞 而且更被媒體拍到黃浩信深夜駕車 出現在蔡師貝鎖住單位 並且逗留兩個小時才離開 從媒體當年報出的照片中 不難對比出 黃浩信深夜駕車出入的地方 和蔡師貝樓下停車場入口一模一樣 然而沒有拍到共處一室的真憑實據 所以蔡師貝與黃浩信這段分愛醜聞 只能算是謠言非聞 但蔡師貝更讓人下頭的事 他並未從這段非聞中吸取教訓 疑似研究與人夫黃浩信界限不清 蔡師貝不但以一副勝利者姿態高調 攜手黃浩信出席TVB班長典禮紅毯 更是在黃浩信起獲事態時 被媒體找拍到暫在台下默默跳望 因為起獲讀媒體新愛號《望夫社》 而蔡師貝似乎格外喜歡有苦之夫 當年揚義的婚姻就差點被他搞黃 2015年蔡師貝拍衝線時 跟同劇組的羅仲謙互動親密 兩人在片場工作人員的眼皮紙底下嬉戲打鬧 旁約無人地舉動 絲毫沒注意到潛伏在外圍的狗仔 兩人的開媒舉止被媒體曝光後 羅仲謙的未婚妻楊兒 一怒之下將婚禮延期 彼時 楊兒的粉絲都為姐姐出謀獲測 楊兒要求羅仲謙刪除 跟蔡師貝的聯繫方式 但是羅仲謙據你力爭 並不認為自己有錯 並且反問楊兒 難道你拍戲的時候 劇組要求你跟男演員轉飛聞 你會不配合嗎? 無論真相如何 最後的結果 楊兒還是家給了羅仲謙? 蔡師貝不備嫌的狗前人夫 身邊的飛聞男友 從不間斷 甚至就連海王王中澤都對她被知不及 她也因此遭到很多觀眾和網友的嫌棄 但是即便蔡師貝的路人員差到極點 卻仍夠獲得TVB力捧 2020年 蔡師貝更是一舉奪得TVB萬千聲輝頒獎典禮最佳女主角 成了TVB第一個90後事後 不得不說 她的手段肯定不一般 同樣增備風味膠精 胡定欣的後悲卻要好很多 出道至初 胡定欣作為新人 整整跑了兩年龍套卻還出頭無望 於是 為了成為TVB力捧的簽約藝人 胡定欣效仿他人 開啟了拜碼頭 找靠新的模式 據媒體爆料 某天深夜 依在光鮮的胡定欣 率先敲響了潘家德的房門 作為劇組的監製人 潘家德在劇組的份量 舉重約慶 胡定欣小心翼翼的試探度 德哥 有沒有端茶送水的角色 可以給我演哩 看著胡定欣可憐嬌醜的模樣 潘家德自然心有不忍 再見成效的胡定欣 之後顧忌從事 隨後敲開了潘家署的房門 沒過多久 由潘家德負責監製的酒店風雲中 胡定欣獲得了一個氣憤狠重的角色 嘗到甜頭的胡定欣 很快投桃報理 認了潘家德為乾爹 在此之後 每逢乾爹過生日 都會準時收到來自乾女兒的禮物 而乾爹對乾女兒的寵愛 全部落到了實處 那些年 只要有潘家德負責監製的劇 胡定欣都會在戲裡獲得不錯的角色 嘗到甜頭的胡定欣 繼續擴大自己的人物資源 因為衝上雲宵這部劇 胡定欣有幸跟馬德忠哥哥混得很熟 對於這位人物資源甚廣的小馬哥 胡定欣自然是另眼傷悍 正當馬太太遠在法國進修之時 胡定欣勾漸卓巢 跟馬德忠同進同出馬家私窄的畫面 被媒體多次曝光 然而 面對媒體的追問 胡定欣卻正以臨然的回應 馬德忠是我乾哥哥 我們只是肯談得來的朋友疑義 周年黃一華也對胡定欣稱內有加 疑似也認了胡定欣做乾女兒 據說有一次胡定欣跟某個女演員有過口角之爭 黃一華還曾為他打抱不平 然而 令人窄窄清奇的是 胡定欣認的一大圈親戚 幾乎都是男性 這也是讓人不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對胡定欣喜歡認男性做親戚的行為 讓葉內不少男性對他吹之若無 丹樂文就曾在社交平台隔空下話胡定欣 並且以老豆的名義送花時愛 聲稱 你長得狠像我前世的情人 對於丹樂文的熱情 胡定欣也積極回應 並將這份互動高調秀在社交平台上 人見人愛 花見花開的胡定欣 除了這些乾親戚以外 黃金、馬國明、吳卓熙等人 商界傳出過花篇新聞 因為人物資源好到報表 連媒體也統計不過來了 只能按照胡定欣的社交密度 初步推算出這樣的結果 即胡定欣在九年之內 親密交往過的猛男 只有七位疑義 憑這這樣的戰績 胡定欣也因此被媒體授予交證的稱號 語役風滿的胡定欣一時間春風得意 雖然很多觀眾對他的評價 多是相貌平平、演技一般 但是胡定欣依舊憑借超高的人氣色與話題度 運作TVB一線女星之列 2016年 憑借出現乾爹文偉宏監製的城寨英雄 胡定欣一舉獲得萬千星輝事後大獎 然而 雖然營了事後大獎 但是在眾星雲集的TVB 眾多花彈 卻對胡定欣的上位手段 癡癡而備 某一年 蛇絲萬獲得事後大獎之時 有一個名場面 至今依舊讓人印象深刻 當時阿蛇跟TVB眾多女星合影時 唯獨把胡定欣孤立在外 除此之外 胡定欣跟楊兒之間 因爲站位問題發生的互動 也是否若未而失足 二人在公開場合擦肩膀的力度 透過屏幕都能感受到 現場氣氛極不尋常 而胡定欣也曾在公眾場合表示 自己經常受到 來自楊兒的打壓跟牌制 但他自己也不是個省油的燈 不過他的後悲 也確實沒像黃新榮 蔡師貝那樣 歸根到底還是一句話 不要朝野有苦之苦啊 無 片 the ems 尊